镜头回到台湾 回顾去年社会天灾人祸不断 而南投台湾雷藏寺 特别举行了护国祈福大法会 由联胜活佛卢盛宴亲自主持 带领国内外信徒 祈求台湾国泰民安 南投台湾雷藏寺 盛大举行护国祈灾祈福法会 由联胜活佛卢盛宴亲自主持 国内外信徒齐聚一堂 共同为台湾祈福 希望在新的一年 有个光明的开始 那所有的诚心集合在一起的话 那很容易感动佛菩萨下降 国泰民安 大家身体健康 对啊 没错啊 一样的 每一期都来的 这次法会将为期两天 联身活佛卢盛宴 8号下午将前往 台北中正纪念堂广场 主持以大幻化网金刚 为主尊的 护国祈福法会 这一次的主要的主尊 是阿达尔玛佛 就是普贤王如来 可以算是第一尊的佛 他可以帮助整个台湾啊 还有世界啊 都可以能够得到这个祥和 跟这个平静 今年除了举办法会 为台湾祈福外 主办单位也邀请到 幽人神谷带来新作 幻化金刚的全球首演 将为信众们带来一场 别开双面 结合艺术与公益的宗教审会 记者南投综合宝 网友 对 对 对